- 嗨,阿肚弟。 -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標誌都不陌生吧? - 哦,我知道,這是注意屋內有二權的標誌,但你為什麼突然要講這個? - 因為我剛剛在滑手機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東西很久以前就存在了耶。 - 而且之前不是當做門牌,都是放在地板上的。 - 真的假的,哪國的小可愛發明了這個東西? - 你想知道嗎? - 快點告訴我! - 說,公主拜託,我就跟你講。 - 說出來,公主拜託。 - 答案就是,古羅馬人。 -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內有二權標誌屌打現代的,超美。 - 讓我看看。 - 那個英文字母,是甚麼意思啊? - 而且,你真的覺得這個細狗好看? - 它長得,該怎麼說? - 太扁了吧? - 笑死,沒禮貌。 - 咖啡咖呢,是拉丁語。 - 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小心狗或是當心狗。 - 這是一個古羅馬時代的警告。 - 常見於古代羅馬人的家門入口。 - 提醒訪客注意可能會有看守的狗。 - 然後這個短語有時候也用來比喻一些潛在的危險, - 或警告他人小心。 - 再說,人家是義大利林啼犬。 - 小小隻,然後跑得又快還會顧家。 -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種之一。 - 才不是甚麼細狗咧。 - 會,等等。 - 這個東西,該不會跟之前Costa上過的馬賽克有關係吧。 - 哇,沒錯,你又在認真上課耶。 - 而且你剛剛是不是說這個版本的咖啡卡有點太平面。 - 給你看另外一個比較立體的。 - 你知道這兩隻狗狗的差異在哪嗎? - 右邊的比較有立體感一點。 - 沒錯,那是因為右邊的馬賽克採用了透視法。 - 修正姐,透視法是甚麼? - 透視法是一個藝術術語,中文翻譯就叫做透視法或是遠近法。 - 這個術語主要用於描述繪畫或雕塑的一種技巧。 - 所以也就是說透視法是通過改變物體的尺寸跟比例, - 以呈現在遠近距離的立體感跟透視效果。 - 在透視法裡面呢,離觀察者更遠的物體看起來會比較小一點, - 而離觀察者較近的物體看起來會比較大。 - 這一個技巧被廣泛應用於視覺藝術, - 然後可以使畫面更具有深度跟現實感。 - 所以你看右邊這個馬賽克作品的時候才會有透視的感覺。 - 還有這隻老鼠。 - 古羅馬人運用不同的色彩製造出的老鼠, - 還有旁邊核桃底下的陰影。 - 好酷喔,那咖啡看耶,哪裡可以看到啊? - 這兩個馬賽克都可以在龐貝城遺址裡面找到。 - 立體的那個呢,是在龐貝城遺址的悲劇師人家門口的地板上喔。 - 看完了可愛修狗,接下來我們來看古羅馬霸道總裁家裡都放哪些馬賽克吧。 - 誒等等,我心目中的霸道總裁是宋江耶。 - 好,沒事,偏題了。 - 嗯? - 共和國時期的有錢人也往家裡擺狗。 - 一般的狗、貓、馬、天竹鼠、老鼠。 - 老鼠。 - 你要吵什麼呀,是我? - 你憋。 - 當然不是,前面那種風格稱之為 - 即好客的禮物,成為風靡的時尚。 - 這裡是指小型畫作,畫上水果、蔬菜、家禽和獵物。 - 通常用來招待客人,富有的家裡面則擺比較細緻且藝術性的作品。 - 在細節上面有什麼區別嗎? - 這種風格傳播到平民的階層,呈現簡單的重複圖案跟更粗糙的鑽石。 - 你可以比較右途和左途的細緻度。 - 貴西勒越小,馬賽克的價錢就越高,因此只在豪華的住宅中使用。 - 而比較大的貴西勒則用於花園、商店和普通住宅。 - 那你說的羅馬好野人住在哪啊? - 我現在要介紹的作品是在龐貝城裡面的Casa de Fauno這座房子, - 占地面積接近三千坪,換算下來的話,可能是在台北蛋黃區有九百坪的房子啊。 - 義大利的桃豬影員。 - 不只如此,他們家還有自己的衛浴系統,自己用花園改造的舞台。 - 在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主角,馬賽克,Battaria di Iso。 - 哦,我知道,這個很有名,講到馬賽克都會想到這個藝術作品。 - 沒錯,有關於這幅畫的背景故事以及人物細節, - 我在課堂上已經偶心密切地分享過了。 - 忘記的人也可以去參考Costa放在Tron Class的影片。 - 而我今天想講的是它的工藝的部分。 - 你是說那個像蟲卵糖的技法嗎? - 對,如蟲狀工藝,使用小而精緻的食材或玻璃片, - 以及金屬或其他光澤材料,形成細緻的圖案。 - 而更加加強細節及複雜的圖案,通常用於裝飾性比較高的場所。 - 如蟲狀工藝主要是在古羅馬跟拜善迪時期, - 也就是西元一世紀到六世紀之間最多。 - 這種技術在宗教建築跟宮殿和其他重要場所裡面。 - 那在同的時期還有其他種技法嗎? - 還有另外一種方塊工藝,使用小正方形的彩色石塊或玻璃片。 - 這些方塊通常是均勻大小,主要強調幾何形狀的運用,創造出簡單而有秩序的圖案。 - 方塊工藝在古羅馬時期特別流行,主要是在西元前二世紀到西元六世紀之間的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宗教跟公共建築裡面使用。 - 你這樣把它放在一起比較,真的可以看得出來有很明顯的差別耶。 - 可以看到都是把鴨子當作主體,但是如蟲狀工藝看起來更像更自然,更真的鴨子。 - 方塊工藝看起來就很像Minecraft。 - 嗯,你要這樣講也是沒錯啦。 - 但馬賽克應該不只是在地板上才有,對吧? - 沒錯,古代的馬賽克藝術除了用於地板牆壁,還可以用來裝飾穹頂。 - 在義大利東邊有個城市叫做拉文納,在當地有許多羅馬帝國晚期跟拜善庭時代的馬賽克保留到現在喔。 - 然後,彈丁的墓也在那裡。 - 太酷啦! - 那裡有個教堂,叫做聖維塔教堂, - 他的內部穹頂上有一個馬賽克作品。 - 然後這個作品呈現的形象就叫做上帝的羔羊。 - 為什麼不叫上帝的小狗?我比較喜歡狗耶。 - 上帝的羔羊呢,是一種基督教藝術中常見的象徵。 - 通常是以一隻帶有旗幟的小羊來呈現。 - 這個象徵在基督教的藝術、禮儀跟神學中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喔。 - そうですね。 - 這個形象經常出現在天主教的彌撒儀式中。 - 在這個彌撒的奉獻禮當中,神父會舉起聖體,也就是餅跟葡萄酒。 - 並且宣告,看天主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惡。 - 所以這個瞬間標誌著對基督犧牲的紀念,也象徵著教徒的救贖喔。 - 然後在聖維塔教堂的十字宮頂,中央祭壇的正上方,這個就是上帝的羔羊。 - 它在星空下呈現出來的剪影,周圍圍繞著四個天使。 - 這四位天使都有攜帶著花。 - 這個鳥與花香的幻境,可以讓人想起天堂的美麗。 - 有,有開始見到上帝的感覺了。 - 有開始見到上帝的感覺了。 - 多近一點看,這個作品是由玻璃、陶瓷、大理石、金屬片和黃金的小碎片組合而成的。 - 黃金?我可以摳下去拿去換錢嗎? - 大理石陶瓷片是製作馬賽克的常見材料。 - 被分割完的大理石陶瓷小碎片呢,可以透露出自然的色彩。 - 並且在製作過程中可以被切割成各種形狀。 - 可以更方便構建複雜的圖案。 - 玻璃呢,則是可以是彩色,也可以是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 彩色玻璃片可以反射光線,創造出豐富的視覺效果。 - 金屬片或金屬薄呢,則是為作品帶來閃閃發光的感覺。 - 啊,這讓我想到還有一個馬賽克作品是在牆壁上的。 - 是什麼啊? - 是在赫庫蘭尼古城Ecrolano保存一個最完整的壁壁畫,叫做Nettuno e Amphitrite。 - 看他的三叉戟,他是海王嗎? - 對,他是海神波塞頓,旁邊站搭的他的妻子安菲特里特。 - 那你知道他們的故事嗎? - 喔,我大概知道他們兩個的故事。 - 簡單來說呢,就是波塞頓喜歡上的安菲特里特,結果找海豚把他綁回家,之後就變成他的妻子了。 - 道理來說,掛畫放在家裡可能是為了祝福的意象。 - 但怎麼看這幅畫都跟美滿家庭扯上邊? - 那大家都知道波塞頓AKA海王,他一點都管不好他自己的下半身。 - 但為啥要放這幅畫在家裡面啊?有點不吉利耶。 - 嗯,根據史學家推斷,更有可能是這幅畫指的是屋主跟海洋的連結。 - 它可能是一名商人,或透過海上貿易賺錢。 - 跟我之前在上課中提到的一個pre-apple的話座,可以說是一許同工之秒,都是為了祈求財富。 - 確實,比起感情美滿,我比較喜歡發大財。 - 在沒上課之前,我真的都以為馬賽克是近代才有的東西。 - 那我們來簡單複習一下馬賽克的歷史吧。 -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看到古希臘跟古羅馬時期。 - 最早的馬賽克就是出現在這個時候喔。 - 當時呢,馬賽克通常用來裝飾公共建築、宮殿、神廟和日常。 - 馬賽克有兩種顏色。 - 黑白色調的馬賽克呢,在羅馬比較流行。 - 而彩色的馬賽克,則是更常見於希臘的馬賽克藝術裡面。 - 接下來就是拜占庭時期。 - 在拜占庭帝國期間,馬賽克成為宗教建築裝飾的主要形式。 - 拜占庭馬賽克以及其豐富的色彩和宗教主題而文明。 - 常見於教堂和大教堂的內部裝飾。 - 在拜占庭之後呢,則是中世紀。 - 隨著羅馬帝國的崩潰,馬賽克的使用逐漸減少。 - 然而在拜占庭風格的影響之下呢,它在歐洲的一些地區還是持續的存在。 - 尤其是宗教建築裡面。 - 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古典藝術的興趣重新燃起。 - 馬賽克再次成為受歡迎的裝飾形式。 - 這一時期,馬賽克工匠往往受到古代羅馬和希臘藝術的啟發。 - 最後,則是來到了近代以及現代。 - 隨著技術的進步呢,馬賽克的製作過程變得更加現代化。 - 並應用於室內和室外裝飾、藝術品創作以及公共藝術項目。 -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讓各位更了解馬賽克藝術。 -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 大家下次再見,拜拜! - 拜拜!